x2 快 MIA 嗯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家新变化 开关 对就是我们的开关已经换成新的了 嗯然后这边好像是夜光的是吧 对 夜光 夜光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可以那个什么 亮一圈 亮一圈对 哈喽 guys 朋友 跟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的名字叫 Harrow 今天早上的时候 电力公司的人过来 换开关门 我们俩上班 上班之后 回来之后就发现 所有的开关 所有的插座都已经换好了 之前的话 我们的开关都是比较旧的 就换了比较新潮的开关 然后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冰箱是 到这 所以说就把这个 要挪到这边来 然后你看 外面我们在那个 隐藏在背后的都没有换 对那种没换 那种因为柜子会盖着 所以说就没用换 那种柜子盖不上的 裸露在外面的 能看到的我们都给它换 再给大家看 我们的白叶窗也到了 就是小木条的话记得挺好 而且白叶窗也挺不贵 说实话 快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的白叶窗 真的我感觉还挺漂亮的 配白叶蛮好看的 因为我们家的一个风格 配白叶真的是蛮漂亮的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百叶 就是它不是那种薄片 塑料形式的 你觉得很 它是木片的 它是木片也很厚 对我们的钉的木片 然后就说不好进去 这个东西拿过扫一扫 还好 这也没有那么大堆 对 要一会 快 关上 对很方便 而且都是统一的白色 对就蛮符合我们家的这种风格 然后我们的灯和电风扇也要都要换掉 换成那种 电风扇我还挺喜欢那种新款的木头 到时候电风扇到时候再说 电风扇到时候再说 灯是要换 灯是蛮丑的 对啊 在这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 所有能看到的地方我们都要换掉 就是这个房子 现在咱们投入小十万了 都已经 对 对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俩住进来之后 各种装修我们投入了小十万了 对扭壁哦 我们今天的等一下任务呢 要把地板上和我们的地板铺了一半 地板把地板铺到这边 和这个瓷砖两个 就是联合到一起 真的这两天下班之后呢 我们俩没闲着 就铺瓷砖铺地板 接下来呢 要把这个地板给铺完 我们的地板搞定了 地板和瓷砖终于相逢了 看上去吸了好多 从这边还是有点乱和 但是你突然拍到这个窗点 吸了好多 是 在达里花园的面 紧打药慢打药 还是有点长的黑斑了 对啊 这个月季就是药罐子 不过还好月季好痒 就是它 你只要剪六下 这个月季长得还蛮繁盛的 我们都是都是花苞 而我发现月季那个东西长得越厉害 这个还好 这现在没有那个什么了 枝子花已经被我们给打理的好很多了 而且枝子花好香的 对 开了花之后很香 这个长得好 反正你是不是还碰着撒到那个营养液了 没有 少弄施肥了 哦 难怪了 你看长得很棒 然后这个长得很大 这个之前没这么大 这边看应该紫盒但没这么大 包括你看包括这边这个叫什么 大堤是吧 哇 现在长得这么高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新玩具冲浪板 好 过两天天气暖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冲浪 然后在基督城如果哪个小伙伴会冲浪 喜欢冲浪的话就可以约起来 可以一起去海边冲浪 我和米娅打理完花园了 然后下面让米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花园 因为真的是春天真的是盛江人 每一周都有不光说每一周吧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变化 有新的变化 对 有新的变化 有很多的新的花开 我们依然是没有认权 现在 其实一直不停的在有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花 从地里冒出来 也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相信有些老观众也跟我们一样没见过 这有些花 对 OK 开始吧 而且我也相信有些跟我们一起看花园老观众 可能在看到有些花的时候 也觉得它是一种新的品种 就是你们可能认识 但是在我们花园里边 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些 对 首先总体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鸟语花香的园子 真的是鸟好多 有鸟窝在这 对 新花主要是这个 还有这个黄色的 黄色鸟花样的没有什么太特别 但是也是好看的 你说里面那个黄色那个是吗 对 黄色其实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也是 但是好看的是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 我第一次搬进来的时候 就搬进来的时候 这个花可能已经卸掉了 然后只是长那个 我以为这是杂草之类的 或者是枯掉的兰花之类的 然后就清理了一下 但是蓝羊它长开之后 对 好好看 竟然打了花包了 而且是两个不同的颜色 看看那什么 它这花好 就是喇叭花似的 对 有点难倒 大家看这种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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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花 好漂亮 小黄花就是小黄花吧 这个看了一段时间 但是就是因为 它没有什么特别经验的 我就是很 非洲菊 非洲菊 然后这个我们最大的建议 就是高山杜鹃 好好看 这个是 我发现这花 还是要鲜艳一点的 好看 对 真的是快开满树了 而且它的花很有特点 就是它是这种好多瓣 而且你看见没 它就像个外壳一样 有个壳 它花一颗 花一开就磕了 我之前以为是一朵花 我以为是一朵花 但是开出来之后 在一个里面又藏了好多朵花 我们这边户外 这个也是高山杜鹃 但就没有那么茂密 这还小 以后长大了 这边应该会长满 我会试点肥 然后有这个 这个也是这种杜鹃花 好像 但它是那种 你可以拍一下 是那种像什么桃色的是吧 它这个紫有点偏紫色 杜鹃花 也是杜鹃花 就是这也是杜鹃花 杜鹃花 杜鹃花 杜鹃花点子也很好看 感觉无声无息的在路边开 对 这个开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没有说这个 这叫啥 香雪兰 香雪兰 我们前院的话 就是 樱花已经开的差不多了 开败了 然后下面就是铺了一片 全是樱花叶 樱花这好看 樱花花瓣 好看是好看 落下来之后 真的是一种灾难级别的东西 太多了 太多 而且它会一下雨的话 它会变成黑的 然后一直要清 比较清 对 这个稻我们一直要扫 一直要扫 但是我们就把它扔进垃圾里边 扔进绿桶里边 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当作肥之类的 而且我发现就是那种 像我们的花园里边 如果等一下铺满落叶之类的地方 它很少长杂草 旁边就是我们的月季园 我们的月季园也是开了好多的花苞 给大家看多到什么程度 一二三四 反正就是大家看到尖的地方全是花苞 但是前院就 天蓝绣球应该跟那一个品种 天蓝绣球 这个是 只不过是白色的天蓝绣球 我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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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合花' 百合长得很快 这是百合 然后你看这几个 这边要出芽 对啊 都在冒芽 因为现在才是初春吧 它又是长得满地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啥 应该之前去年看过一个也是一种倒吊的东西 你可以拍一下 验证一下是什么 这个去年开过 咱们这个去年就有了 玉竹 玉竹 这个很多开的 现在属于植物客 我刚开始院的时候 我什么植物都不敢剪 哪怕它开拜我也不敢剪 我就剪它会坏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它开拜了 你就把它给剪掉 鸭尾 也是鸭尾 是鸭尾吗 嗯 应该也是鸭尾 鸭尾的一种可能是 也是一种鸭尾 这个也是那什么吧 杜鹃花 只不过这个杜鹃花是白杜鹃 白杜鹃 对白杜鹃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杜鹃 对啊 但是这个还没开呢 感觉像是白色 快开的 感觉像是白色 是杜鹃 杜鹃 杜鹃 杜鹃花 是杜鹃花 对就还有这个东西哈 这个八爪这个东西 嗯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种有害植物呀 叫啥呀 你拍一下吧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长得到处都是 就我们那边有一棵 这有一棵 那边也在繁衍 然后我还束手拔了好几棵 八角金盘 是 八角金盘的话招财 啥意思 八角金盘可以招财 那个 多重点吧 那意思我拔了很多 拔坏了呗 对呀 拔了你把 怪不得最近穷的 把财树子给拔了 因为它真的好能长 我不开玩笑 嗯 就到处长的那种小叶子 到处都是 对啊 说明到处都是钱 没有 待会把那棵挖了 住在房子里边 这钻前沿里边 我的树莓蓝莓 都在开花都在这 树莓蓝莓 我们要修整一下 然后这边菜地的话 种的小菜地也都发芽了 都还不错 种的小生菜已经出具规模了 挺多的 然后这边也种了好多 但是现在分不太清哪个是杂草 哪个是我们种的 所以说就要等它长大一点 然后再把杂草给拔掉 去年种的那个 无花果树 无花果 我以为死了呢 那个无花果树长起来 我以为死了 然后长起来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去年的时候种的这个 绣球花 今年 哇长得好繁盛啊 虽然它在阴面 但是长得非常 大家看这种状态就是 有绿有绿的 非常的棒 这个也是最近开的 嗯 长得挺 好快啊这些花 这个是在阴面上 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 真的这边 基本没有阳光直射 对我们这边是阴面 对啊这边阴面 那边是阳面 灵蓝 灵蓝花 我去年来的时候没有这些花 这一片挺漂亮 哇好漂亮啊 那个小的花 真的我记得 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 拍那个视频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个花园都会 比较怀疑 我们经手之后 能不能把它打理得很好 但是我感觉 我们经手之后 打理得更漂亮 怎么说呢 就是 呃 呃 就是我们只是进去 我们只是维护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只要用心就行 用心维护就行 其实维护也不容易 对啊 我们俩美洲基本都有 都要做做工作 哦是 这倒是 对啊这个 戴起打 户外家具 过两天就到了 然后小花坛 再弄几个小花盆 紫藤一全开 哇塞 完美 真的是这个 花园 再次 一直真的不是再次 一直在给我们惊喜 然后真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看到这个花园 往更好的方向变化吧 然后明天的话 明天的话是超级的忙 明天装厨柜柜的厨房 厨房厨柜的公司要来 嗯 然后我们订的那个六个凳子要来 嗯 餐凳 然后 还有那个 家电 家电 冰箱 烤箱 和微波炉 明天都要到 所以说明天 我们家的厨房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大家持续关注吧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我们的厨房 经过明天的分心就是 就是厨柜啊装修啊能变成什么样子 是否能变成我们心里想象中的样子呢 就比较期待 嗯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我们也要积极了观众能量 我们下期见 拜拜